答案你可以到雲端白板 就是我們那個雲端上面 雲端白板 裡面當然你可以參考答案的話文字語這個 這個對應的那個檔案打開然後裡面我剛剛打的程式基本上 公式都會在這上面 像剛剛這個 什麼 就是 稱謂 這一題然後底下 剛剛的那個綜合練習 方法1 這邊有 那另外還有方法2 方法3 一時可以推啦這邊蠻多的那後面就會用到VBA部分 VBA的話最好是按下去自動完成是最好就很多地方如果你 希望說能夠一勞永逸以後做一次就好的話那當然就把按鈕做出來以後按按鈕就可以了 可是要怎麼做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 如果我今天已經做好了那當然有沒有更快的方法當然有啦所以記得把這個 也許如果今天我覺得這個方法不OK不滿意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選第二種方法 也是文字函數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叫test函數 那怎麼使用呢 第一個 我要留下舊的啦所以我把這個中文練習拖拉 拖拉之後的話按按鈕鍵 放開 拖拉按按鈕鍵放開就複製工作表 那把這個工作表後跟瓜糊改成test 我用test來 做這個動作 因為其實呢在Excel裡面 不知道各位有用過這個test 這個test函數呢 其實相當的重要 如果你會用test函數 其實可以解決蠻多的問題 那test函數呢 它主要能夠做到什麼效果 它其實就是什麼 依照指定的 數值格式 其實就格式啦 按照那個格式的公式 將 數字 轉換成文字 那其實呢意思就是說裡面如果是84 數字 它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改成 那個什麼呢 有格式的文字喔 比如說我要3 那其實我就給000就好了 三個0 OK那這個 這個概念有點像什麼呢 我想各位應該有用過按右鍵儲存的格式 把這個裡面改成格式 那格式的話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呢想要把這個84改成3碼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制定啦 因為裡面好像沒有對應到剛好3碼的你可以 點到制定 然後把這個格式 改成三個0 那三個0就是 它一定要3碼的意思啦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084它會變成 84會變084 但是呢 你會發現呢 這個裡面雖然外面 是 084 可是儲存在以所有裡面還是84 所以格式意思是說 我讓你表面上看到你要看 但我實際上儲存在以所有 還是舊的 並沒有改變 那 那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因為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希望怎麼樣 不是表面上 改成084 而是 真正的改成 084的話 那你就要想到一個函數叫TES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TES這個函數呢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你給他格式 他真的幫你轉換 而不是表面喔 那怎麼做喔 特別注意喔 我們來看要 Ctrl是以下 把它復原 那要做的話呢 你可以在旁邊列習 插入函數 特別注意 這個 函數的話呢 我用TES 所以這邊的話 找到TES 那給他 他要的 Value 就是84 過來的話是一個數字 Format TES Format TES 就剛剛有沒有 我們按右鍵 從格式制定 輸入三個0 特別注意喔 三個0是沒錯 但是如果你在 公式裡面喔 他前面的訊息提示是TES的話 請注意喔 像那個if很貼心 他會自動補 雙引號 但是這邊不會喔 所以怎麼辦 記得喔 你一定要自己加什麼 前後雙引號 OK 如果你沒有加雙引號的話 結果也不會正確喔 差一點點都不行喔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他的Format TES 有沒有 84數字嘛 格式 084出現了 OK按個確定喔 你有沒有 084出來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這封K的話 那其實呢 就不用像剛剛 REPT加L也那麼麻煩 其實喔 就只要一個 步驟就可以完成 所以剛剛的步驟 我們可以把它倒過來 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那個 REPT delete掉 留下0911 然後一槓 一個-符號 AND什麼呢 AND後面呢 你就不要用REPEAT了 你用什麼 用TEST就可以了 TEST什麼呢 VALUE給他 這個 FORMATE TEST呢 就是雙引號 000 雙引號 OK按確定 有沒有084出來 然後面的話一樣 你把它複製一下 跟剛剛一樣貼上 把這個 G4的部分 改H4 打個勾 向下填滿 OK 就大功告成 其實 結果一樣 但是 如果看起來好像TEST 應該是 會比較簡單吧 OK 不過特別說 TEST很重要 那個468招裡面很多 範例跟TEST有關的 因為工作裡面 你不會用TEST 真的會有問題 而且問題還蠻大的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假如說 我今天呢 希望多一個欄位 比如說這個欄位呢 就是 幾年次好了 比如我想要統計一下 這裡面 生日 但我不是要 他的那個精確 我只要幾年次就好了 那幾年次我應該抓 這前面兩個字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也許你可以等一下 多一個 幾年次 多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呢 當然顧名思義嘛 我就要抓 把這個格式複製一下 複製格式 刷一下 多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的話 就是要抓這前面兩個字 那你想說前面兩個字 直覺應該什麼呢 插入函數裡面什麼 前面兩個字 LAPT 對不對 OK LAPT 然後你會發現喔 給他 兩個字 對不對 對不對 前面兩個按確定 按確定 怎麼他突然變29年次呢 對不對 你像下填滿 糟糕 每個人都變成很老了 對不對 29 28 30 不得了了 OK 所以呢 當然這時候 不OK 為什麼呢 就我剛剛講 這中間需要 把它轉換 把前面的那個資料 先轉成TES 再來切割才OK喔 OK 如果你要 這個地方請各位延伸試試看喔 幾年次該怎麼做 那給各位提示啦 就是跟這邊一樣 TES 如果你會TES 那 就大功告成 OK喔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這個TES函數喔 如果你不會用啊 真的很多工作喔 你沒辦法 很快的把它完成 如果你這個不會說怎麼辦呢 幾年次 奇怪抓不到 那如果再找不到方法 就突發煉鋼了 突發煉鋼就是 很完蛋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 事情就 很難做的玩的 所以呢 當然喔 這邊主要是 舉一些方法 就是你第一個 一定要 非常熟練 這些 他 ECL提供給你的 函數 你 就可以 至少可以解決一些 一般性的問題 除非說 真的找不到 內建的函數 那 只好就是要用VBA了 可是 你不能說永遠 動不動就 什麼都要寫VBA程式的 那當然就 有點辛苦了 所以簡單的事情 內建有的 你就拿來用就好了 否則的話呢 裡面可能有個功能 你都不知道 你 只會想要 想要 想要難的方法 那當然 永遠 沒辦法把問題解決 OK 請各位試一下 用TEST函數 所以我剛剛第一步 把工作表按Ctrl鍵 拖拉的時候按Ctrl鍵放開 它就是 它是複製工作表 你不要在 原來的那一個 不然你原來那個 REPDI就不見了 你就是 再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之後呢 我的習慣是把它改成叫TEST 然後再利用TEST函數 先試試看 TEST函數它的 作用基本上 就是 那個 把 這個數字 或不一定是數字啦 就是反正 資料 儲存格裡面的值 幫你轉換成你要的格式 就對了 好